大家好,我是Dan 2019年,在美国三大颁奖典礼之一的Pillboard Music Award 拿下双冠王的庞坦松娘丹 2021年,再次刷新了他们的记录 在5月24号举行的2021年Pillboard Music Award 庞坦松娘入围了Top Duo Group Top Song Series Artist Top Social Artist Top Selling Song四个部门 而在入围的四个部门都获得了奖项 成为韩国歌手最初在Pillboard Music Award获得了四项奖项的大记录 其中Top Duo Group是继2019年第二次获得奖项 Top Social Artist是连续5年获得 然后跟Top Selling Song一起 今年第一次入围的Top Song Series Artist 是跟Just Beaver,Megon d'Astallia,Morgan Verlai,Weekend的竞争后获得的奖项 所以非常有意义 哇,Pillboard四冠王 又不是在妈妈,是在Pillboard太厉害了 四冠王,恭喜孩子们 入围的四个部门都获奖了 好久没有在礼拜一早上这么幸福了 好幸福,恭喜你们 因为这次没有像Grammy一样为了收束率绑架膨炭 所以现在虽然很困,但是真的非常高兴 继续加油,谢谢 下个消息是 因为超长的欺骗背叛技术 总是会带给我们快乐的亚洲王子伊光苏 在上个月4月27号 伊光苏因健康问题宣布要退出做了11年的综艺节目任宁美 让全世界的粉丝们都非常不舍 而在今天5月24号 伊光苏将会进行任宁美最后一次的拍摄 然后今天一家气球公司在Ig上传了两张 任宁美宁光苏 谢谢你11年来的陪伴 之后的人生也会姻缘你 儿子辛苦了 的气球照片 然后公开了在前一天 气球公司与伊光苏母亲的通话内容 喂,你好,您好 想要为儿子准备一下气球 好的,儿子是几岁呢 当然觉得是个小孩子 37岁 稍微有点慌张 但是觉得是非常帅气的母亲 啊,是是 是要庆祝什么事情呢 因为要辞职了 啊,是要庆祝跳槽吗 不是 呃,说这个也可以吗 我是任宁美以光苏的妈妈 以光苏要载人以光苏下车了 辛苦了,儿子 在这一句话能感到母亲的爱 为了儿子准备的surprise礼物 不觉得很帅吗 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狂苏会离开 所以真的很伤心 希望以后有作品需要宣传的时候 就能回来 要健康 最近看着任宁美 想着如果没有狂苏 心里就特别奇怪 现在真的快要结束了 因为狂苏 这十一年来真的是笑了很多 希望能进入好的作品 为了宣传再回来 我没想到我这么爱广苏 为什么会流泪呢 已经开始想念他了 对于以光苏不再出现任宁美这个事实 这位粉丝当然会非常伤心 但是想到以光苏应该也是 考虑过很久才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对于以光苏本人来说 也算是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在另一方面来想的话 也为了他有点开心 虽然伤心 但是有点开心 伤心又开心 这这个编程是设计在哪里 有点好 你 Espero помог足的 hairst